蜀天蒜 来自于中国四川的正宗火锅 我们不仅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 更有令人垂涎的高档海鲜 价格优惠十分美味 地址就在3250 Midland Avenue 京中城内 电话416-609-8886 多华会将于2011年12月2日星期五 在万景市的Crystal Fountain Bankery Hall 举办一年一度的多华夜宴 暨青年大使选拔赛总决赛 多华会是非牟利机构 自1973年成立起 就一直致力于帮助各个族裔的 新移民安居乐业 服务范围包括新移民咨询与转介 就业辅导 就业招聘会 专题讲座 新移民英文班 入籍班 中文学校 各类兴趣班 亲子活动 齐劳组 妇女互助小组 青少年活动 义工培训及实习等等 多华会服务社区 于38年 以其优质的新移民服务 享誉华人社区 为了满足新移民不断变化的需求 多华会一直在努力改进 及完善其各项服务 以协助新移民早日融入主流文化 共建和谐社会 今年就是我们多华夜宴的第七届 我们都是和青年大使一起选举 今年青年大使是第五届 我们今年在一个新的场地举办 或者我首先介绍到多华会 多华会我们今年是第38年 在社区里 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新移民 在融合加拿大的社会 那就 说回我们今次 今年那个event 我们今年就请了两大司儀 第一个司儀就是我们的陈国志听长 就是安省的旅游部 和文化部的听长 我们又请了 第二个司儀就是列治文山的市议员 就是聂立辉先生 那就希望那晚大家来参加 我们的分定就是由三级政府 和通议金那里来的 所以我们就 那些钱都是主要是 来源就是由他们 但是我们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就做很多活动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 自己搞一些筹款的活动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搞这个筹款晚宴 那你的意思是 青年大使我们主要就是想 给一些机会给那些年轻人 那就发挥他们的才能 那选出来的青年大使我们就会 有很多活动我们都会邀请他们参加 包括他们是每年我们有一个冬夜露宴 在中国的 那他们就会带队去中国 那代表多伦多和中国的一个友谊 这样的桥梁 多华会的活动经费 主要来自于联邦政府 省政府 大多市 约克区及皮尔区的公益金 及其他基金的拨款 由于拨款不足 多华会每年都需要向社会筹集善款 以确保有足够的新移民服务经费 预计当晚的盛会 将有超过400人出席 今年有幸再次邀请到 安省旅游暨文化厅长陈国志 和劣志文山市议员 廖立辉这对黄金拍档 担任私宜 相信他们的默契配合 及连珠庙宇 将会使现场的气氛更为热烈 表演节目更加精彩 其他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 国会议员詹家里 国会议员Ressica Sisa-Bason 万锦市市议员Helena Jaksik 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总领事陈立刚 万锦市副市长Jack Heath 万锦市区议员李国贤 万锦市市议员赵善江 多伦多市议员李正光 旺市议员杨世霆 列治文山市议员陈志辉等等 我们今年参加的人数多了 平时我们基本上只是做一次的 screening 就已经可以找人进入这个决赛 但今次我们还要做screening 还要做一个初赛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有一个 我们其实每年都有 中文的 但今年就多了 另外今年有三个 平时有一个 我们就今年那个 中文是可以讲中文的 懂得唱中文歌的 所以有些特别不同 其实有唱歌跳舞 乐器打鼓 拉小礼琴等等都有的 还有打功夫 我们的比赛 我们的比赛 其实不是着重他的才艺 其实我们比较多于是智慧 和领导才 因为我们希望他将来做成为一个 一个有为的青年等等的 才艺是其中一个辅助项目 我最主要看他的品格是多一点的 青年大使选拔赛总决赛 是本次晚宴的重头戏 由大多市公益金资助的多华会青年大使项目 对象为17至25岁的青年 目的是为了社区造就更多身心健康 有进取心 有责任感 及创新精神的青年领袖 自2007年开赛以来 已成功举办了四届青年大使选拔赛 本届的比赛 经过8月份和9月份的两轮出赛之后 共有10名参赛者进入了决赛 他们是蔡九成 冯颖仪 黄玉文 李永明 Robin Taylor Linton 任兴硕 李千里 杨伟达 杨颖 张婷 决赛中选手们将充分 施展他们的才华和特长 献技献艺 他们当中有来自美国的青年 用中文演唱歌曲 韵味十足 更有七岁便学艺的歌手 自编词曲 演绎独创风格 还有自幼练习武术 朝朝事事竟显专业风范 有的是歌声甜美 舞姿潇洒 有的是情声悠扬 古典优美 最后的竞争将激烈无比 精彩不容错过 多华会行政总监叶志华介绍 本次比赛将选出 冠亚季军及友谊大使 冠亚军将获得多伦多 至中国的往返机票及住宿 而季军和友谊大使 则获得半家优惠 共同代表多华会 于明年5月赴中国长沙 和张家界 参加中国语言及文化生活交流营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在社区那里 我一向对新移民的服务是一向都很支持的 过去这么多年我是没停过的 我听到多华会 他们希望能够我帮忙 做今年的阿卡丁波的主席 我当然相当开心 都乐于这样做 其实看多华会过去那几年的发展 其实他们的发展是相当不错的 就在过去两入的会长的领导之下 还有现在的行政总监 他们的工作底下 其实多华会的发展是越来越好的 他有一件事是 所有其他的服务新移民的机构 做不到的就是 他们的服务甚至是可以带到去 移民国家的 比如中国啊 在过去那几年 他每年都有很多新移民的服务 是去到那些移民国家 介绍给那些准移民来加拿大的人 令到他们一来到这里 加拿大就立刻可以很快地融入社会 适应这个社会 还有很多东西都可以预早准备 比如对子女的教育 对购买房屋 或者对工作的问题 甚至语言的学习 很多东西都一早已经知道 在这里其实我就相当之 恭喜他们能够做到这样的 希望他们就八尺干头更进一步 以后做得更好 多谢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